大家好,我是山姆大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关于家庭暴力对孩子的影响 时间要回到2007年 那个时候呢,我正在广州攀渔区的一所私立学校任教 那个时候我初二的有一个学生 他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听说呢,他是从小学可能三到四年级的时候就转到这个学校读书 那一直到我去到那个学校任教的时候 他是他已经读到初二了 但是听说他从到这个学校到现在为止 从来不能够正常的跟这个学校的校长老师 还有所有的同学能够正常的沟通 而且还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广州的天气非常热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那这个同学呢 夏天的时候都要穿那个很厚的衣服 而且他还是说他还说他很冷 那你用手去摸他的手的时候 接触他的体温的时候 的确是冰冷的 他的确是冰冷的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和好奇 甚至对这个教育的这个教育到底要做什么 作为一个教师到底要做什么 也引发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思考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找到有一个机会 他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 那我也聊 我当时聊天是这样子问他的 我了解他 他是基督徒 当时我就问他 我就瞪着他的眼睛 我就问他 我说 听说你是基督徒 他说是的 我说你是假基督徒 他说为什么 我说 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基督叫你干嘛 基督是不是要叫你爱人 但是你心中有恨 他就 他本来在之前的时候 他的那个整个 好像那个 那个神都不在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听了我这句话的时候 一下子就就回神了 回神了一样 然后他就 一下子就沉下来 然后我接着问他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小时候就 看到他的爸爸打他妈妈 打他妈妈 他有这样的一个 他亲自见到 他是一个混血儿 他妈妈是中国人 他爸爸是 是美国人 那 几岁的时候 他就看到他爸爸打他妈妈 然后呢 后来他妈妈离开了 他的爸爸 把这个孩子就带回了中国 他有这么一个经历 那这个时候当时呢 我也不知道后来 我当时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的 当时我只是说 你要不要去 去跟那个 你所在的这个 基督教团体 和教会的这个成员 让他们帮助你 当时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学习 后来我就听到了那个王凤仪老先生 王凤仪菩萨的这个善人道 一个传播很好的一个刘友跟刘善人 他在这个讲座当中讲到 如果一个人恨他的父亲的话 就是他会 如果他的恨境已经入骨的话 他会感觉到很冷 他会感觉到很冷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这个也是后来会感觉到很冷 这个也是当时我在家里面 我自己有一个亲生感受 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当时我就彻底的悔改 悔改了之后 这个身里面的那个寒气 就从这个骨头里面就出来了 如果大家有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 有一些家庭的这个成员 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 大家可 这个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有前世的姻缘 也有这个祖上的业力 也有这个冤亲在祖等等 所以说这个呢 建议大家需要用专业的法式来查询 这个背后的原因 找到这个原因才能够断根 谢谢大家